我真的是有夠老的一人 你知道嗎 然後竟然是以一個新人的姿態 要來出一個最新的國語專輯 那當然 覺得自己很開心有這個勇氣跨出這一步 勇氣喔 對 你怎麼說是勇氣呢 出專輯對你來說是很 不是 因為你以往呢 你就是太習慣三個人的工作模式 然後呢 唱歌也是 像剛剛一個人唱就覺得很孤單 所以硬是要把你們拿下來這樣子 然後 要一個人做宣傳 腦袋要裝很多東西 然後我就是一個腦袋有破洞的人 我裝的東西不多 就算裝進去也很容易流出來 所以 就覺得做宣傳也是 對我而言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然後呢 可是為什麼我要跨出這一步是因為 我也不知道一張屬於Ella專輯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 為什麼我不挑戰看看 對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這是一份挑戰 我想要知道 Ella的專輯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也想要給我自己人生留下一個經驗 是 所以大家聽了專輯之後 喜歡嗎 喜歡 喔 你知道嗎 當你的專輯第一波主打 為了搭配那一部你演的戲齁 就是謊言遊戲 真的我在933播吃的時候 我們就OK 這是Ella OK 然後呢 來第二波 然後第三波我就覺得OK 真的是有讓我們看到很不一樣的Ella 對 但開始的時候我們覺得說前面聽第二第三波 我就覺得有一點黑暗Ella怎麼了 OK嗎 是不是因為醜非個人專輯 然後我發現什麼事情弄你很抑鬱 後來越聽就覺得越明了 這是你的專輯要給大家的一個訊息嗎 其實大家很多歌迷會寫信給我啊 如果是聽完歌的人的反應 他們會以為說Ella的專輯可以想像到 我們就是瘋瘋瘋癲癲的 然後比較活潑啊 然後開心一點的歌曲 可是沒想到很多人聽完歌是會流淚的那種 那 其實這張專輯很多歌詞的內容 都是我有跟著一起發想的 所以 我其實裡面有很多想跟大家說的話 然後 我很開心就是 我還是依然有那個溫暖的那一塊 可以就是 我不只是風而已 我就是 我除了風以外 我也可以 希望自己有很多 力量可以給給你們 讓你們感受到 人生很正面的那種態度 是 那特別是專輯有一首歌曲啊 愛浪作曲的啊 你們說一下歌名是什麼啊 對 那首歌你是要送給 30 屬於這個年齡的美少女 對 對 我還小25 那笑話開心是怎樣 過分 太過分了 好 OK 30歲的給自己的一份禮物 這首歌曲的歌詞也非常有正面 然後 你的旋律 是你花了多少時間 然後才把它拼出來的 我寫這首歌的時候好像 好像還蠻快的耶 對然後 因為我寫歌 我不會滅樂器嘛 我不是用手機錄音 是 我的旋律就是很脫泡而出的那種 嗯 然後呢 然後我就把 我想到什麼 我就一段一段的把它拼在一塊 然後最後給你寫一個完整的歌 大概寫這個歌大概頂多一個禮拜吧 一個禮拜 我就把它完成了 然後呢 然後呢 大家這首歌聽著聽著也會更加的進入Ella的世界 我想 還有另外一首歌曲 昨天在棒棒棒完蛋的時候 那Ella也說這首歌曲 我們在播的時候 我們斯蒂亞也在聊 呃 這首歌曲跟眼淚有關係 對 然後呢 Ella就說其實 要鼓勵所有的 就是經過愛情創傷的女生朋友 是